我觉得交易最难就是判断什么时候应该是死多头 什么时候应该是死空头 什么时候是看盆盘 这个是我觉得 好啦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回家了回到老家 新加坡然后准备过年了 在这边待两个礼拜 然后下个礼拜回去男人的天堂越南 很喜欢那个地方 好啦今天都讲这几个 然后你们听一听一看 你们觉得合适要玩就玩 不要玩的话可以躺平躺到过年 ok 来先讲一下比特币吧 比特币我昨天到今天我的结论就是 我昨天画的那个蝙蝠应该不会下来的 他们如果横盘横太久 那个时间就不吻合了 不吻合的话 你要他下来完成那个大大的蝙蝠有点难的 我的猜测是 接下来行情就在那边横横横 这个三角形横横横横会突破 然后下一波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去到4万4的 不要跟我讲什么4万8万5万10万的 走一步看一步 为什么我讲那个 为什么我讲那个4万4也是因为看到形态 然后这边至少会有一些 看一下啊 这个是886这个是吸上去 这样4万5吧 我跟你讲这个比特币啊 很多数据都看起来不一样 昨天行情最尊重的数据是Coinbase的 如果我们看的是币安的或别的数据 看不到这个顶能 他画不到这个趋势性这么漂亮的 所以我决定就是以后分析比特币 我就用Coinbase的数据就好 如果我是用了币安的数据 我只能画到一个蝴蝶在4万4 既然我选择用Coinbase的 那Coinbase的数据来画形态的话 如果比特币是886的话 吸点上去的话 那下一波 年前啊 我不懂我庄家会不会推一波 推到4万5 年后直接卸掉 还是 那个那个出息前 来到那个4万5 然后过年只给他卸给大家哭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但我总今天 在这个 对不起啊 我今天真的有点卡 状态不好 今天我觉得很多币回到支撑了 街多不错 因为我已经定他的那个趋势是横盘的 横盘就是低卖高卖 低买高卖 哇他妈的今天 不好意思啊 就是那个状态没有很好 OK 所以我昨天空了几个 我昨天空了那个Suite 跟那个Solana 然后起来 我觉得不妙了 比特币到了支撑不破 我EUIDD到了主力 又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完横盘 我的空单赚了一点 又出了 我又换成多单 这次我多了以太坊 BNB跟TIA 等下跟你们讲为什么 OK 如果真的走一步这个就漂亮了 真的走一个1618 是我喜欢的 因为1618 螃蟹之后啊 行期才真的有力去卸 他很累积筹码一下 应该要推最后一波的 我猜过年那段期间 我不懂是除息 初一 初二 初三 反正那段时间我觉得 这个螃蟹完成了 庄家可能会出货 所以你们关注一下 这个是比特币 USD也是 你画了一个趋势线 也是一个三角形 类似的 然后这边 破不了 我觉得今天又要下来了 USD下来的话 很多币又要上去了 OK 玩这个区间先 玩到靠近除息 我不懂 那个那个那个 会不会有什么 惊天动地的一些波动 但就是玩这个萎缩行情 不要期待有太大的行情 OK 昨天97在那边 975啊 空了 手段拿下来 刚才差不多948 对不对 94几啊 这边 949啊 昨天刚才出场了 然后 多一种方式去看是 你可能可以这样看 一个超级萎缩行情 OK 就在那边 排回排排排排排 排回到 可能他 决定要处理 发力 OK 这个Soranda 有这个 XAB 这个可能是C OK 上去的话 走一个ABCD先 这个至少 走一个圣加特利吧 Lucky的话 走一个螃蟹 圣加特利的话 回到的话 哦 这是普通加特利 至少回到103吧 这个 我觉得应该很有可能 突破的时候 也不要去玩 等突破才追 如果你真的是想做多君的话 现在目前在这个支撑价格附近 你们可以考虑要不要去多了 OK 吃一波到103 104左右 这边有个加特利 以太坊也是回归支撑 我去做多了 我觉得这边至少走一波 也是走一个 类似蝙蝠还是加特利吧 去到886 237了 这个短 短多一波 吃到这边应该不错的 OK 看这个 看这个 然后昨天有人叫我空那个税 谢谢你 我也是有空到 我空在1.59 然后起来是1.56出场 就是一点点 这种他妈的 就早餐钱 然后 也不懂他干嘛 但昨天我蛮喜欢的 因为看得出真的是 爆增量出场 然后 我觉得至少 应该回到这里 应该不难吧 只是我又看到比特币 太坊到了支撑了 所以今天的思路就是低买 然后这些空单我先撤了 这个真的有回来这边的话 继续接多吧 148 OK 空单你们要继续拿着 我觉得是还是有机会的 但我不想 我不想又做多又做空 我觉得很难去拿捏 所以我今天我决定就是 找一些支撑去做多 这些已经之前拉了 有爆增量 会有机会调整吗 还是会有机会的 OK 但我决定不管他了 如果他真的回来148 他可能会躲他 我完了 B&B 可以B&B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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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砸下去 砸不下来嘛 所以我在300左右 299来300这边买了 然后 其实应该可以吃到一波吧 这一波B&B 我也不要太贪心吧 吃到这样我很开心了 B&B XA B 这个是C的话上去 走一个886回到311吧 吃一些快餐 我就觉得 挺满意了 年前 我不要 我不期待有什么 超级大的一个波动 就吃到这里 311 希望我吃得到 TI也是 回到支撑 然后 刚才也是在31750左右 这边买的 然后 这个也是应该会拉一波吧 只是会拉到哪里 我就不清楚了 看一下这个 X A B 这可能是C 上去 886的话 19块6 我想吃到19块6了 我不懂会不会再下两三天 给我去到19块6 希望有吧 吃到这边蛮舒服的 OK 昨天Link你们不要担心我 我昨天一发布视频 我就在那个 我是在这个X上就讲到了 Link还是等吧 然后我是等20块左右 因为20块这边有形态 等下Link 我说 好啦我没有忘记跟他八字复合 然后有一个潜在蝴蝶 所以昨天我还指引出场了 然后我现在等他完成形态 我觉得会去到20块吧 因为20块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号码 然后又是个要4要4 我也不知道 不懂Coinbase的数据 Link会不会比较靠谱 看一下 Coinbase的数据看一下 现在好像觉得Coinbase好像是比较靠谱的数据 如果Link等一个形态完成的话 X A B786C上去 1414再10 这昨天碰到了 1978 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不懂会不会上去完成那个螃蟹 不知道如果以太反比特币都拉的话 Link还是可能会有最后一波的冲刺 我看还是不要这么急吧 等看1618有没有机会 如果他现在做多了 找一些支撑去做多也不错 可以画一些趋势线 画一些趋势线 这个有分我怎么画了 等他回来一些支撑 我不懂会不会回到支撑 接一波支撑做多 19次到20块左右 Link就这样了 看他八字不合 昨天才很幸运的逃过一截 Near 这个Near 还是有那个大大的鲨鱼 但需要点时间吧 现在好像类似双底的 好像应该会弹一波吧 等他弹上去再说吧 因为我还是觉得可能回来测试这个蓝色区 如果他真的有回跳到这里 是好事来的 可以给他慢慢回跳回跳 回跳到这里 头尖底 然后我不懂会不会再下来再上去 这个太远了 走一步看一步 反正今天很多币都要支撑了 这边如果你看 也有点像类似韦克夫累计抽 一次两次三次 可能这边反弹一波 今天我觉得抓反弹多 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过一天是一天 不要想太远 这个打针掉的挺猛的 这个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打针也不懂他要做什么鬼 但类似好像真的来到了接近底部了 开始反弹中 有没有什么形态看一下 XAB走了一个886 OK这个打针走了一个内设 你们要叫什么都可以 走了一个886 这里可能会反弹一波的 走一波50吧 至少走一个CD0.5一个反弹 这个ING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那个audy audy有一个很大的形态 关注一下 那时我讲会反到65 他去到60 60几 64块 几 那天我讲65 去到64.8左右 差两毛钱 下一波有机会反弹的 我觉得XAB0.5 这个如果是C的话 拉上去786 可能下一波如果他再次的反弹的话 年前的来一个最后的欢送 过年期间吧 走一个886 我觉得是不过分的 OK audy看一下 做成功了 可能可以买audy OK 这个DOT也是 应该是回归支撑的 今天蛮多B真的回归支撑的 你们可以抓一抓反弹 OK 这个也是应该会反弹一波的 去到哪里 我也不敢去想象 这边 XAB0.5 这个是C的话 上去的话 8块2毛6 有可能吗 有可能 OK 我不是死多头 也不是死空头 每个人讲我只会做空 我今天就做多 我真的 两边都能做 我灵活 就算是赚钱 然后 我觉得交易最难就是 判断什么时候应该是死多头 什么时候应该是死空头 什么时候是看横盘 这个是我觉得交易里面最难最难拿捏的 然后很多是要靠经验靠感觉 因为你的指标很多时候都是比较慢的 OK 当那个指标反应过来的话 太迟了 太迟了 所以这个就是慢慢用经验去学习 讲讲大话 讲风凉话 OK DOT 这一波吃得到的话 舒服 如果比特币以太坊拉一波到 那个我该画那些SIGTIME 这个也可能拉一波 所以这个DOT 关注一下 最后一个看Coinbase 那些Coinbase的股东 全部就提前跳车了 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还没有崩完 Coinbase如果你没有玩的话 应该是等这条日线去世线去接的 但它还没有下来 这个Coinbase看起来没有什么要反弹的现象 也不懂为什么 可能之前这一波赚太多了 比特币才从差不多2万多3万去到4万 差不多少过一倍 Coinbase从80跑到180 它是有加杠杆的比特币 我觉得 所以有可能就是它跌的时候也是跌得比比特币 惨 反正我的思路还是一样 这个要接的话 还是等这个日线回到90块5毛先 那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小反弹吗 也是有可能的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真的有反弹一下 我也不懂 这里是可能走一个小鲨鱼 小反弹小鲨鱼 然后继续下跌 比特币完成那个螃蟹还是蝴蝶也是 我觉得会继续的下跌 OK 来小反弹 来到这边继续再看跌 好啦希望我的思路今天是清晰的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